老哥们啊,台风刚横扫日本吗? 下一场台风塔拉斯又来了,又要横扫日本了 这次察觉不漏,把剩下没扫到的地方扫到了 直接登陆老塞所在的靖港 目前民风春朴埃之县到靖港县的新安县已经停运 靖港这几天的总计降水量预计是150 嘎嘎多了,刚才警报也响了 上一场台风正好怼了9月19号的靖老日三联休嘛 这次台风又把9月23秋分的三联休给截胡了 好好在家呆着,出去玩啥玩 移动游船行业表示压力很大 最后关东的老哥们也注意安全 这次台风能刮过去 最新消消,靖港已经烟了 下一条更新一下台风状况吧 看下来的